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主题叫做 我们还在基督里吗 几个月前 我的太太就突然兴致勃勃地问我 老公 我们可以养鱼吗 当我讲yes了过后呢 隔一天鱼就出现在我们的家了 那看着这些鱼也很得意的 每天看到它在水里面游来游去游来游去 就开启了我的神学的思考 那有没有想过身为鱼 它们要在哪里才可以生存呢 才可以活着呢 那很明显 身为鱼它们必须在水里面 它们才可以继续地活下去的 那在有一次呢 我家里的这个养的鱼里面 有两条鱼是很勇敢 它们敢敢跳出这个的 这个的他们的这个的水 那有一只我们就及时发现 就抓了然后放回去水里 那另外一只呢 我们没有发现到 结果它跳出水里呢 就死掉了 那身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在哪里才可以继续在灵性上 活着或生存着呢 那耶稣 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十节 给了我们答案 耶稣在里面六次强调 藏在我里面 藏在基督里面 是基督徒能够继续在灵性上 生存的这个的很基本的条件 可能你们会问 那能不能明确地讲一下 在基督里生存的这个重要性呢 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十节里面 耶稣就强调了两个重要性 耶稣说 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呢 与成长有关系 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这么讲到 耶稣说 你们要缠在我里面 我也缠在你们里面 只只若不缠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缠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耶稣明确地说明 倘若我们不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结果子的 换句话来讲呢 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生长的 我们没办法成长 所以在基督里 能够生存的其中一个重要性就是 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 我们能够成长 弟兄姐妹 我们有在基督里吗 我们有在成长吗 那第二个重要性是什么呢 原来在基督里这件事情呢 与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有关系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这么提到 人若不缠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 枯干了 人捡起来 扔进火里 烧了 耶稣明确地说明 倘若我们不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会枯干掉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会干掉的 试问 当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干掉的时候 怎么可能健康呢 弟兄姐妹 我们还在基督里吗 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从 这经文里面看到 原来在基督里面 跟我们的这个成长 和属灵的这个健康 是息息相关的 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 继续地成长 继续地健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来祷告 要奉你的名来 祝福每一位 在视频前的弟兄姐妹 主啊 求你自己赐福他们 让他们的生命 能够藏在你里面 以至于生命能够 茁壮健康的成长 愿你自己保守每一位 正在不断地在属灵里面 追求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的灵性呢 在2022年 这样子的一个开始 主有你自己的同在 在当中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